问题还没有被解决 所以这个时候工程师的价值就很高 所以也就是如果将来各位要去学一个技术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直骂说这个技术怎么这么烂 其实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才是有价值 因为你有那个生存的空间 我不晓得各位了不明白我的意思 这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体会 因为我在这个领域也存活了很久 就是所以我的感受是这样 我可以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再来的话这个JVM Compile之后有没有 那最后可以在点Class 我刚刚讲本来是点Java的副档名 然后Compile之后变成点Class 点Class就可以在JVM可以被执行起来 大概一个流程图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跨平台的机制 因为它可以在像很多个Win3、Linux、Mac 还有其他的系统 只要有JRE 其实就是JVM的环境 基本上都可以run 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架构图 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JVM虚拟机器一台 其实就是一台什么 软体的虚拟电脑 就是我在硬体上跑 没办法跟Microsoft竞争 那当然我就要想一些办法 可以突破这个僵局 所以我就把战场转移到虚拟平台上面 所以像最近还有Firefox Firefox另外在弄一个战 就是我比不过你的Windows 但是我就用Browser 就是Firefox的 好像跟HTC有合作吧 出来就是一个什么呢 Firefox的一个智慧型手机 它run起来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App都是在Browser上run 这样可不可以 它也可以啊 只是说你要run的顺 让的流畅 然后稳定 其实也是OK的 那另外就是你的市场要够大 否则的话 你市场不够大的话 还是没有办法发展起来 那诸如此类的 那最后要必须把它compile成 这个虚拟机器能够执行的语言 就是BuyCode 那这个BuyCode的话呢 当然 在JVM里面用BuyCode啦 可是我刚刚讲过 Enjoy就是避开了这个BuyCode的专利 所以它用另外一套东西来取代 就是DAVIC的虚拟机器 那细节的部分 我想你们可能在下个阶段会再提到 就是有关Enjoy的部分 OK 只要有装JVM的话 就可以直以这个 我们的这个 直以这个位元的组码 那大概任何环境下都可以run 那发展的话 现在是到2011年的7月份 就是所谓的1.7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们安装之后 会有1.7 后面有个挤的这个 它的版本 那会一直就是7的版本 那当然 它会一直在发展下去 可能到7 可能到8 也许之后会一直在 在增加的版本 OK 所以当然相当